手游酷丸 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种 收集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他们再来之前呢 其实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 所以说他们在自己所处在的一个位置 放了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就类似于收集周围情报 然后能给自己提升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去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出现了一点失误 就是附近呢 其实是需要去进行一波这个收集 现在呢其实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大家玩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这个角色这个礼 其实是那个新的宝枪出的嘛 就是初始大家就有 我做了很多这个准备工作 然后也是在自己别的号 玩了这个另外的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爆裂的这个角色 目前来说 为什么选择他而不选择爆裂的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各种感觉爆裂的一个伤害 或者是在别的方面的一个战品上 没有这个角色给我带来提升大 所以说我也是进行了一波这个 纠结之后呢 也是再次选择这个角色 但是呢其实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很多人的想法啊都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个人认为说啊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不行 那大家就是要尊重自己啊 你别说这个因为我 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人说啊 这个自己带的这个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 而放弃就是感觉啊这个 他玩的比我多 他说的肯定是对的 其实不一定啊 因为我是所有人都适合 这个另外一点的想法 又比如说 其实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去玩 这种类似于刺客 或者是枪手这样的一个职业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用完抽到渡边之后呢 再也没用过陆西亚 原因是因为其实陆西亚 虽然说属于这种职业吧 但他对呃 在这种平行现场 其实呃 和这种职业也是有一些差距 那这地方有这个爆裂虫 这个爆裂虫的一个躲避方式呢 目前来说我想的办法 就像我现在这样 但是呢 其实像我现在这样 我个人觉得也是治标不治本 没办法去起到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大家也是自己 进行一般考虑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也是看大家自己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去听从别人的一个意见 那个这个爆裂虫的一个躲避方式呢 就是不断去触发这个车步 去触发这个超多空间跑掉 现在也是去进行一般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 但是呢 场景推演完成之后呢 其实误差只有两秒 陷入方案预计呢 其实结果是零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比较难受了 从这地方可以看到 他这个装置啊 虽然说可以通过某些这个特殊的一个方式 给大家进行一般 就是类似于 你可以去找到啊 这个最佳的一个特殊方式 但是他本身不会分析你的一个具体情况 首先第一点 关于你这个角色的一个站员的一个考虑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队友的一个考虑是不足够的 现在呢也是 解锁了一个宿舍 这个宿舍呢 其实就是 类似于一个 他额外的一个小体系吧 反正我觉得还可以啊 这个我也是玩了很多次 我个人对于这种东西比较上瘾 可能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就是不是特别在乎啊 但是每个人想法不太厌 反正我玩的时候呢 稍微给大家告诉这么几点吧 就是宿舍呢 其实给的一个 影响你游戏进程的一个奖励是非常少的 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你不要以为说他给你的 只是我做这种额外的一个活动 会给我一些这个影响说 这个我其他这个正常 这个刷图什么黑卡 什么彩卡 什么活动道具 这种东西一律是很少 就有的时候会有 但是没有太多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宿舍就是一个 让大家娱乐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不要太过去在意 就是 我就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宿舍不给东西啊 就是浪费啊 这个浪费大家的一个时间 但其实不是他就是 会给大家扩展一下 就不要让大家去沉迷在这个刷图 或者是沉迷在这个做任务当中 然后给大家一些别的一个选择的空间 那现在呢 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在游戏呢 也是战装怕迷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看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看 下期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